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報》YouTube Channel 時間 又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網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點贊、分享和訂閱 我們頻道遇上經營困難,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多謝大家 今節我們說一說世界時事多合一 第一條新聞就是來自美國 美國基本上軍人設得七七八八 亦都令到一些人開始反思 我們為何要落荒而逃呢? 我們這樣長期在這些我們不了解的國家派兵是否一件對的事情呢? 強行地推出所謂西式民主的做法 究竟是否錯誤呢? 最近一位曾經在阿富汗服役的美國老兵就接受了媒體的訪問 他說當年美軍軍事介入阿富汗 很多人本以為是去幫助阿富汗建立一個國家 還有令到他們有一個民主制度 但是最後大家都發現 我們會不會一開始就是錯呢? 其實哥爾巴喬夫也覺得是 因為阿富汗呢 我最近都很認真地看了歷史 他們各國民族很複雜的 很難令到他們有一個 叫做統一國家的概念 他們是以部落為基礎單位的 太難了 這位老兵就叫做米爾斯 他說有些事情可能一開始就是錯 當時一些美國人跟我想法一樣 我們去阿富汗是為他們建設國家的 還有幫他們建立民主制度 其實很多美國人都覺得 我們的制度是適合他們的 美國進入了阿富汗之後 將我們的價值和政治制度移植到阿富汗 就想建立一套西式的選舉制度和政治框架 但是事實表明這個做法並不成功 一位前美國的軍官也說 美國在阿富汗所做的事都是徒勞無功的 他們的目標好像都沒有達到 前美國海軍情報官員羅傑斯也說 20年美國在阿富汗的目標從未達標 我們也看看德國的反恐專家 托寶霍勳他是怎樣說的 他就說西方從來都沒有了解過阿富汗這個國家 他們想在那個國家快速建立民主和人權觀念 但是這些不是阿富汗人最迫切的 簡單地把西方價值套用在阿富汗 其實就是一個最致命的錯誤 民主是不能強加的 民主如果強加的話 當地的人民就會有反彈 這個亦是為何這次亦有阿富汗平民 這次亦有阿富汗平民 是覺得不如讓塔利班入城更好 比留下政府軍更好 真的很諷刺 還有民主要符合當地百姓的需求才可以 我記得李剛耀說過 其實你們懂得新加坡人嗎 我覺得不單止新加坡 很多制度都不可以硬套 中國亦都不應該 被這種西式民主硬套下去 現在這套對於中國來說 是比較合適的 還有 有些人都說 我們用取和棒棒 幫他們建立民主 其實根本是很難的 當地人亦都不會受落 所謂國家建設 有時候都可能是 好心做壞事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 會不會是因為美國的霸權 這個我們各有各啟發 但是我覺得一個現實就是 美國比阿富汗人留下的 又是一個大坑 對吧 現在雖然塔利班算是 基本上掌握了這個國家 但是各地的武裝實力 軍閥依然是割據很多地方 之後塔利班可不可以 和這些軍閥達成協議 令他們再不要長期割據 因為一長期割據 又會導致當地有些戰亂 我們看看 長年戰爭之下 阿富汗的經濟多慘 大概72%的民眾 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失業率達到四成 所以就是搞那些極端的事情 人都找不到食 不能安居樂業 不是他出去搏一搏 沒錯 另外好像英國一位 亦都駐守過阿富汗的老兵 富爾特 他都說 其實 我們西方世界進入阿富汗 是一個極其愚蠢的行為 他作為當時所謂參戰的一員 他說要向阿富汗人民道歉 西方進入阿富汗 在世界上 亦都是歷史上最愚蠢的軍事行為 這位阿哥 富爾特就說 我為這件事感到蒙羞 和悲傷 我為對阿富汗人民造成的傷害 就是道歉 其實我覺得 有些國家都需要道歉 真心地說 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 我們聽回一些 比較輕鬆的消息 就是來自 美國的 旅居華盛頓的一隻大熊貓 他就叫小奇跡 他就住在華盛頓美國國家動物園 他昨天就迎來了一周歲的生日 和我兒子同一日生日 動物園當天就被這隻大熊貓小奇跡 舉辦了一個專門的生日派對 小奇跡其實就是 2020年8月21日出生於 華盛頓美國國家動物園 他的父母分別就是 美女大熊貓 添添和美香 小奇跡出生之後 名字是經過網絡投票才得到這個名字 是的 我們這裡也有這樣的 我們這裡有北極熊出生 亦都是網絡投票 令到他有一個名字 小奇跡當天 跟媽媽美香對著生日蛋糕 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在現場媒體和遊客的關注下 享用了他們的美食 據這個次養員說 他就說 這次的生日蛋糕很棒 主要是有葡萄汁 蘋果汁造成的雪條 很棒 周圍也有紅蘿蔔 雪梨 借 香蕉 最重要的是 竹 其實 大熊貓一歲 相當於我們人類三至四歲 所以 一歲的小奇跡 還是個小弟哥 小奇跡非常健康 體重已經達到27公斤 他最喜歡的事情就是 吃飯和睡覺 正 第三件事就是玩 一大享受 玩睡 當日 中國駐美國的大使秦剛 亦通過視頻方式 向小奇跡送上了祝福 秦剛先生說 小奇跡在疫情期間出生 並且絕狀成長 在艱難的時期 給大家 帶來了驚喜和希望 在中美人民的共同關心之下 小奇跡 從一個 小弟弟成為一個 小伙子 其實三至四歲會是小伙子 無論如何 他就說 他出生和成長當中 也是中美人民之間交往的良點 秦剛先生也說 小奇跡在中國的野外家族市成員 達到1100多隻 挺厲害的 可能是由一個家族 之後不斷地和其他大熊貓 繁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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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 他的祖相 是四十幾年前已經有 大熊貓 當然是作為我們 中國人的一個象徵 我們就看到需要保護它 這是第二條新聞 第三條新聞 就是來自東南亞的 越南大馬Sir有沒有去過 有 胡志明 你一說這個地方 就糟糕了 你一說這個地方就糟糕了 胡志明市出現了 物資搶購潮 其實是 為什麼呢? 是因為胡志明 二十三號起 就進行大封城了 為其中 大家都在搶購物資 根據當地媒體報道 在市集外 有一大批人排長龍 超市也空空如也 當地民眾說 有些人還打架 不需要吧 不需要吧 當地民眾 是他們媒體 官媒也報道 亂成一團 因為 大家都擔心 封城而無物資 記者也說 真的太多人 購買食物和 必需品 你怎麼知道 有 當然有 有 這個世界通用的 廁紙 有些人對著媒體說 我買了一些食物 我不想 還未生病 就已經餓了 不會不會啊 這樣也不會吧 對政府很沒有信心 兩個星期 其實兩個星期可以買 一大堆米 我想也能吃到吧 也足夠吧 不會那麼差 我也覺得沒有那麼差 胡志明市 現在已經決定了 在23日的時候 採取更加嚴格的防疫措施 因為 這個地區的國運 不斷攀升 而且越來越多人走 越南的國家媒體就說 又學我們澳洲 出動軍隊 進駐市區 執行封城令 並且 他們很了解 市民 可能沒有那麼聽話 所以 一早已經決定派兵 但是 政府說 我們軍隊 是會幫你配送 糧食給市民 好像挺好的 這樣聽下去 好啊 這樣 一般出來都是 為止秩序 免得你們搶的時候 剛才你也會說 有些動手動腳 待會封城 有些人不合作 有些不愉快的事情發生 就不是機構了 而且沒有必要 又是紙巾 這些廁紙 真是 都 都是封城必備 讓我講一下 越南最新的個案 他們官方數字就是 11,321例 其中22例 是外來輸入的 全國累計 走了的人 就有7,540人 都 看到這些 都心酸了 累計的 總共確診數 累計 就有336,707人 另外 胡志明市 亦都出動了一件事 是什麼呢 就是十部 新冠流動檢測車 這十部檢測車 就是由西貢商業 股粉銀行 和萬聖 向胡志明市捐贈的 很厲害 他們24小時運行 不錯 都不錯 24小時都可以檢測 他們預計 每部車每天 就可以檢測 2000到3000份樣本 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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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提高 胡志明市的檢測效率 我們看到 其實 越南也是 有點大劑 我看到台灣新聞 因為很多台商在越南設廠 關閉的工廠都比較多 真的沒辦法 現在整個東南亞 我想不知道東南亞 全世界因為這個Delta變種 都事不事拿我們好 這是第三則新聞 最後一則新聞 就來自我們澳洲 我們澳洲總理Scott Morrison 摩總莫里森 都頗厲害 自己寫了一個親不信 就投稿 投稿去哪裡 投稿去媒讀的報紙 投稿去媒讀的報紙 他就說 也不算 不過 有個場所給他說話 因為 如果開記者會 就經常被人肥 所以寫親不信好像比較好 公開親不信 就等全國人民知道 他就說 我們 以後關注點 不應該再放在確診數上 蛤 應該 對 他這樣說 對 因為他之前說 要與病毒共處 但你也要知道確診數吧 我想 他會知道的 不過他不公開 是不是這樣 或者淡化 他就說 以後要將 住院和重症患者的數目 才作為我們以後關注點 而且他就說 封城 不需要持續太久 因為與病毒共存的話 不需要封城 他這樣說 如果是接種率高的話 是行得通的 你說的話 但是現在接種率低的話 就 言之尚早 我也覺得是 那我們看看他在說什麼 他就說 我們對於病毒 一無所知 對醫療體系 是否可以承受呢 這麼大的Delta變種衝擊 也未知 以前關注確診數 的確是至關重要的 但是到了現在 情況已經有變了 比起確診數 我們需要關心的東西更多 我們怎樣可以安全 保護澳洲人呢 怎樣從全球 疫情中恢復過來呢 確診數是很重要 但是將來 就不是我們的全部了 我們的醫院 以及公共衛生系統 已經做好準備 我們迎接挑戰 並且一直迎對挑戰 我們的重症監護病房 有專業知識 有疫苗 也準備有新藥 如果獲得我們專家小組批准 我們就會用我們的新藥 令到更多人可以接受治療 這一切一切都意味著 我們可以和Delta變種做鬥爭 並且 弱化Delta變種對我們健康 生活方式 還有經濟造成的危害 所以 雖然當前我們國家的戰略 是壓制病毒 為更加多人接種 但是 我們關注 個案的同時 我們忽略了一個事實 就是重症病患者越來越少 更加不用說走了的人 這段時間 不是的 因為認識也有人 沒有了 他當然繼續說 我們關注的重點 應該從每天的個案數字 轉移到重症的人數 而且 這個轉變 以後會變得越來越重要 畢竟我們 是防控其他傳染病 方式 都是需要做的 不可以只關注新冠 他說的是事實 全世界不單止 新冠一種病害 他就說 數據顯示 在接種了牛津阿斯利康 或者輝瑞疫苗之後 最終住院或者入 重症家母室的人數 可能降低百分之八十到八十七 雖然 我們還沒有具體數字 表明疫苗減少了多少傳播 但是 最近適離的情況 有力證實了這點 不是吧 每天創新高 你還說證實了這點 減少了傳播 哈哈哈哈哈哈 好像 有少少脫離現實 老闆 你用墨爾本也好些 或者用布里斯本也好些 用適理 不是吧 不是那麼好 根本是 用錯例子 舉錯例 他繼續說 澳洲下一個計劃 就是令到十二歲以上的兒童 都可以接種疫苗 我們看到 好像英國這些國家一樣 雖然 個案是不斷攀升 但是他們的住院和走的人數 是不會以相同的速度增加的 而是保持著平穩 就好像流感一樣 例未前總是最黑暗的 而這些嚴格的封城 令我們 帶來了沉重的經濟代價 遺憾的是 目前來說 封城還是必要的 我們將繼續提供 健康和收入的支持 幫助各位澳洲人渡過難關 但是封城 將來不是太久的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很簡單 以後 和病毒共存 當然他之前也有說 疫苗接種率 也有一個率 他繼續說 根據國家的計劃 當疫苗接種率到70%至80% 這是合理的 澳洲可以恢復 往常的狀態 但是那時候 我們就不會被增加的個案嚇到 因為到時候我們可以更好應對 這個也不意味著 我們不會得到新管 不過 我們可以通過疫苗接種 強大的公共衛生系統 以及保留 常識性的衛生措施 以及更有效的治療方法 令到和病毒共處 成為一種新常態 要將這個新管 和其他病一樣地看待 沒錯 我也猜到他是這樣的 即是 疫苗接種率到了7-80% 大家就不要經常看一個個案 有多少 就是看一看有多少人是重症 以及入院 又或者很不幸地離開 那些人我們就要多關注 確診個案比較少 現在澳洲接種率大概是多少%? 好多了 早前是12% 現在是20% 還有很長遠的路 是的 7-80% 還有50% 希望有更多人 年底可以嗎? 即是估計 他的估計 是希望聖誕節之前 即是12月中 現在還有 3-4個月 希望可以 但是想一想 有些人總是 搞搞陣 唉 那些如果不肯接種的 就好像法國這樣對 不要讓他們去餐廳吃飯 我覺得這樣最好 你自己不肯接種 那就對 要是每兩天做一次檢測 法國的疫苗護照是這樣的 有三個類 第一 第一 你有沒有接種疫苗 如果你不接種 那就要看看你 是不是有最近的檢測陽性或者陰性的證明 當然了 陽性你不可以入 陰性才可以入公共場所 第三 如果你中過新冠的話 就有一個證明 證明了你已經看貨 嗯 這個就是 法國 疫苗護照系統 其實全歐盟以後都會這樣 全歐盟以後都會這樣 這也是正常的 澳洲可能會嚴格一些 他就是 說明了 如果你 將來接種了兩劑 很多地方就暢通無阻 對 這個合理 好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大家 拜拜